少小老师 我饿了 噓 声音小点 我们耳朵可灵了 救你十多 要不是你没带钥匙 我才不用给你挤一张床 可我 刚才睡不着吗 泰叔 我今天修好了你家水管 你就抢离我一下 真受不了你 是时候给你展示一下我的偷吃神器 哇 我们吃什么啊 辣调味酸辣粉 我迫不及待了 哇 被老人太丰富了吧 按顺序 眼霄也要有仪式感好不好 你居然放一壶开水在床边 你懂什么 和妈妈都知道用吃夜宵必备 好了好了 可以吃了 哎呀太笑了吧 看起来料好足 这个粉好筋道 酸辣粉里 汤才是精华 哇 这居然有股辣条的香味 酸酸甜甜的 好开胃 我去爸爸 你什么都没有看到 我也什么都没有看到 怎么了这是 我爸疼 吃成了 满足 闺女 你咋把水表下了 我没有哦 我下的 水表没了 不就不浪费水费了吗 滚 大家好 我是大半这个小小亮亮 我要搬新家了 大家觉得我的性格 我的家和什么样的风格呢 狗窝 狗窝 所以我买了这个 带你帮我用走的 非常适合心灵手小的我 和普通蜡条 差的有点大 没有材料包 灯串 大堆云朵 彩色海面子 还有汤水瓶 首先用锥子在瓶底戳个洞 我想像荣漠漠 然后把鱼线穿过水瓶 有出一米褶的长度 用胶带固定水瓶两个的鱼线 在瓶子上等距离仿四根鱼线 然后我们拿出云朵 一朵一朵揪下两个成球 棉花就棉花 还云朵 中二 你懂什么 仙女的棉花就是云朵本朵 接着只要画一个我 再画一些星星 来 永乐 打一个成语 乌云必约 笨 这叫重心捧我 然后我们把换好的图案 贴在云朵上 再挂在鱼线上 把灯团塞进去 大功告成 刘诺 我再问你 把让林朵放到我房间 再打一个成语是什么 帮我演天后 滚 听说很多播主吃印度吃小吃 肚子拉穿 我不信 球之技能点满的我 立刻买了摔摆巴巴巴的同款印度小吃 难道不应该去印度亲自尝尝吗 你给我钱啊 袋子里是偏硬的面片 还製作了灵魂调料 先把面片放进锅里油炸 哇 真的变成球球了 现在我们给调料冲水 我 好臭 小月亮 怎么那么臭 你 你谁拉肚子拉摄影棚里了 我 我没有啊 还敢狡辩 我 你居然敢拉碗里 不是你听我 这不是小吃吗 怎么比粪水还臭 难道和臭豆腐一个原理 闻起来臭 吃起来香 小月亮 你没事吧 我感觉 我吃过香了 说实话 这个面球尝起来很香 只要不配这个汤料 应该能做成不错的小吃 这是我特制的馅料 放了黄瓜 糊泼泼 糊水肠 它在我们大天朝特产榨菜 放进球球里尝尝 外壳酥脆 馅料口感丰富 厚实又鲜香 这可比原来的好吃多了 下次我还要做过来美食 做啥 嗯 仰望星空 你对美食理解真到位 众所周知 我是个学霸 毕业于北京大学 拉倒吧你 武力团大学霸 推 即将放寒暂了 俗话说 期末考试考得好 过年回家没烦恼 最近我直播的时候 从小学的弟弟妹妹说 现在的题目大学生都不会做 为了证明这是个错误 身为文科生的我 特意买了小学六年级数学试卷 随随便便考个满分给你们看看 即时开始 这题怎么做啊 当然被我说 别上了 做好了 怎么样 显得吗 比我想象的难太多了 用了好几张擦高纸 还有一题 我居然不会做 呵呵 行老师要来改成绩了 你这个字也太丑了 比方显的还丑 嘿嘿 对就行 计算错了一堆 你这个成绩要是小时候回家 可是要被打屁股的哦 嗨 我年纪大了 长家后了 退钱了 我这不死在沙发上了吗 不过我空的这题 怎么都没想出来答案 你们能教教我吗 小月亮 你吃过黑蒜吗 黑蒜 它和黑凤梨是什么关系啊 传说龙生结 大儿子叫黑蒜 二儿子就是黑凤梨 好的 我信了 现在我的手上有一个黑蒜和普通的蒜 这样看起来 它们的肤色差只是我和王大和的区别 但我们拨开以后 就是王大和和叮当的区别了 王大和和叮当 好像也没啥区别吧 黑蒜的质地捏起来软了很多 闻起来蒜味 也比普通蒜浓郁了很多 非常奇怪的口感 没有普通蒜的脆爽 像是有浓重的蒜味 又发酸的桑胜膏 光吃的话没什么味道 据说用它炒鸡蛋能有奇效 我们试试 外面还不错 确实是比普通蒜丑的好吃 蒜味十分浓郁 但是黑蒜的味道就 你居然没犯车 你以为我是你啊 据说市面上还有黑凤梨酥之类 一系列黑色视频 你们想看吗 怎么了这是 为了减肥 我连续好几餐都没吃早餐了 现在我的胃好疼 你简直胡闹 女孩子们想要保持身材 早餐不仅要吃 还要吃饱 吃好 一整天才能保持精神饱满哦 我今天准备给小月亮做美灵粥 为了口感更好 我们用永和豆浆粉冲泡 永和豆浆经过脱心去渣处理 豆香味十分浓郁 永和豆浆浓郁香醇 太好喝了 接着在豆浆里倒入金米 山药和百合 放入炖中熬制软烂 出锅前加入枸杞和玫瑰花就好了 哇 豆浆的香味好醇厚啊 哼 我也想喝 乖 以后我每天早餐 都给你们俩泡豆浆 小月亮快尝尝五糖美灵粥 早餐喝这个清甜暖胃 我感觉好多了 这带送你 想要营养又方便的早餐 就点击下方购物车链接购买 才能领五元优惠券哦 而且小月亮 你压到我头发了 你个胖熊 你又胡说 你猜几根头发 我能压到吗 我跟你拼了 别别别 告诉你个秘密 睡前上大号 能瘦 真的假的 我现在就去 你不上大号 我怎么吃饭 这蜂蜡酸酸甜甜的 满满较圆蛋白 我现在应该只有十五岁了吧 你居然背着我吃东西 你也太快了吧 嗨 你妈和一男的在门口说话 我就没敢去 什么 男的 妈 你到晚上和哪个 不要脸男的说话呢 爸 我好痛 就为了一口无苦蜂蜡 你却暗算我 这蜂蜡太Q弹了 你不是说 你还减肥吗 再给我一口蜂蜡 我立刻减肥 推死胖身 从来这个公司开始 我就总是念着石阳老师 石阳老师 吃饭去吗 石阳老师 我们要写完了 石阳老师 我们出去玩吗 石阳老师 然而 从某一天开始 我突然发现 我找不到他了 大和 你看见小太阳了吗 没有啊 好久没见他了 宰宰 你知道石阳老师在哪吗 不知道 石阳老师 你在这儿啊 我找你很久了 怎么了 对不起 我以为是小太阳 熊熊 石阳老师不见了 怎么办 然而 平时和他关系最好的胖熊却说 我回家正眼 急什么嘛 后来 我看见熊八天和石阳老师打电话 石阳老师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害怕粉丝们担心 不停地代班 但是 我打了很多很多电话 发了很多很多消息 他总是耐心地安慰我 后来的某一天 我在桌上 发现他留给我的纸条 小月亮 好久不见 对不起 让你一个人面对一切 但是我找到了更想做的事 并且 医生说我的身体 不能再负药高强度的工作 所以我必须要离开了 这个账号 希望你继续更新 不要让粉丝失望哦 你是所有人的小太阳 我遇见谁 会有怎样的 哇 就这样 这就是好 我真的受不住 给你这个 这是我一个人的 吃饭老师 你们根本不知道 女助馆有多爱吃鸡蛋 小月亮 等会给我弄几个蛋吃 等会给我弄几个蛋吃 你上辈子就是个蛋吧 这什么呢你 这么多蛋 只能拿出我的秘密武器 全自动蛋卷机 据说只要遇着两分钟 刷点油 倒入打好的蛋液 等五分钟 就会等到一个完整的蛋卷 我去他生起来了 咦 我怎么觉得这个有点像 别开车主管 我号要没了 我是说这个 怎么这么像烤面包机 你想什么呢 嗯 没事没事 主管你尝尝 味道不错 就是层次推淡了 不过丰盛 吃个蛋 你要啥自行车 没问题 我现在就给您做 花式蛋卷 花式蛋卷 第一是蛋卷火腿 看起来也太棒了吧 来主管 怎么样好吃吗 嗯 味道比原来厚实多了 火力尝真香 花式蛋卷第二是 粗菜蛋卷 有位名人说的好 西红柿鸡蛋不分家 哪位名人 斯坦尼斯拉夫小月亮 这个脉香差了点 但味道酸酸甜甜 很爽口 花式蛋卷 第三是 微辣肉末蛋卷 这个最好吃 满满的肉末 太美味了吧 多做点分给 霸天大和他们吧 哇 这么多 怎么分呢 大和一个我一个 霸天一个我一个 仔仔一个我一个 主管一个我 这盘我拿走了 我是小月亮 你还好蛋卷